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连续多日前往传统市场 和摊商与民众拨感情 而魏佳燕表示近年来在魏佳贤市长的推动下 改善各传统市场的设备 让场域和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而未来他也会持续改善各项的设备 提供更舒适的购物环境 华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在哥哥市长魏佳贤陪同之下 前往传统市场拜票 当中有不少民众及摊商热情帮他加油打气 更送上预祝高票当选的豪彩头 及象征包种的包子和粽子 魏佳燕很感谢所有朋友支持 魏佳燕表示市场规划将循序渐进式的改造 华联市各市场整体风格必须有所提升 朝向精致化发展 其中包括了摊商工作台面 招牌重新统一规划设计 让整体视觉不再是杂乱无章 同时要让这些传统市场可以吸引更多新创品牌来进驻 另外除了既有逛市场的人潮之外 未来还要透过电子商务及社群行销活络传统市场 更要设置足够合理的停车位 及打造良好的步行空间 市场候选人魏佳燕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以花莲市场身份来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 打造属于花莲的特色城市 谢谢你 我们下期会欢迎市报道